女人 别以为冲着我笑 我就会原谅你 原谅我 我有什么好让你原谅的 你把样衣用成这样 我怎么跟客户交代啊 你口水滴啊 一天要喷几次 别扯开话题 副方式 行了 你跟我去一次原谅厂吧 去哪儿 我告诉你 修徒的事到此为止 就这样投产 可是这样投产 不关你的事 我告诉你 你怎么把石头弄下来 你就把它给我装上去 李涛 你放手 你别再骗我了 通灵不会再交货了 他们宁可付我业金 也不会给我们任何珠宝 你为什么还要按照 原谅的款式生产呢 我安不成定单 你怎么和客户交代 是不是大楼那个大嘴巴告诉我 你别管是谁告诉我的 你改了供货单 让所有人都觉得你可以解决 甚至连我你都骗了 我输了多少遍呢 你是设计师管好你自己的事就行了 赶紧抓紧时间让璀璨上市 就是度过这个困难最好的办法 然后呢 五分之一都不到的出货量 你要怎么和那些客户去面对啊 你有没有想过堂皇未来 会面临怎么样的困难 到时候你一个人全身而退吧 堂皇可有着几百号的员工 都依靠着你 你不也一样吗 除了设计师之外你还懂什么 我要不是为了让 全赛二戚可以赶快上市 我可以连这些麻烦我都省掉啊 当时是谁跟我说的 希望他的爸爸可以看到他的成功 你确实永远不会失败了 每次失败还没来 你就成功地逃走了 李唐 是我害你白花了三千万 是我拖延了整个项目的进度 是我让李氏有了收购通灵的机会 仓库的订货单我查过了 我已经全部都知道了 你顶着那么大的压力 还给公司远工信心 我以为你真的和以前不一样 成熟了 我真的很想跟你一起度过这个难关 帮助你哪怕一点点帮助也好 但是我现在才明白 你眼里从来就只有自己 放肆 李总 你大可放心 公司的实际情况 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 你听我说 最后再送你一句话 希望你可以永远这样逃一辈子 一路顺风 这里是通灵的珠宝 你回去让小男装上吧 不会耽误你和客户推荐 那 说什么 不关你的事 你放开 放肆 你自己试肯 你也会把它抢 要是本事 老师 你不关上这个 那么这脸 刘萝斯 我们要去找福利 这种酒吧 看来这一次 我们真的能够替换 你是说用这些 带进那些珠宝 方思之前跟我说过 珠宝太沉了 会影响到服装的整体效果 全部拿掉呢 又会显得不够特别 所以现在采用这种办法 让服装的设计感和舒适度 变得更好 我们不用担心交不了货了 随随随随随你也觉得 这项目就好 其实之前的样本已经很好 不过这次的更好 方思之前还跟我说 李总的要求很高的 这次啊 不光要让这个项目成功 还要带领堂皇更进一步 展示我们的实力 他在你背后说我好话 说梦吧 我就是不想要再说我爸爸 我要让他知道我靠自己 我也可以过得很好 那你就继续做 一直做着看我回去 张长 傅芳思呢 我刚刚在娄晓阳开到他的车 我没看见啊 那应该就在附近吧 那应该就在附近吧 好 长长 谢谢啊 我已经把样品还给同书看过了 她说 这个替换应该没有问题 陈毅出来的效果应该会更好 你还是赶紧回家收拾收拾 订张机票 逃到园里也要去 你既然已经猜到了 为什么不干脆揭穿我 只要一通电话 你就可以让大家都知道 要是我要逃一逃就好了 可是你现在就要接着帮我 带个小男 你看到我现在这样 应该觉得很开心吧 要我打你自己打 顺便最好再发个朋友圈更好 欣欣 你心里很在意我 对不对 嘴巴说想要杀了我 却还是帮我设计出 更好的样品 你心还有我的 你别自恋了 我看你早上每天醒来 不是被闹着闹醒了吧 是被自己帅醒了 不要再开话题 回答我的问题啊 对不对 我走了 请你让开一下 你 你怎么在跟人乱来 我做别你啊 你你你你 要要要要做 偏偏我 我好 我我我我我好 害害害害怕怕 亲到嘴巴都 讲话都结巴了 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我以前就是这样 谁结巴了 你终于承认我们的以前了 臭流氓 琴手不如啊你 我也不如你吗 你 你干吗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我不会被这样公司拆卖了 不管我爸怎么为难我 我都会撑下去 就算全世界都说我不行 只要你说我不行就行 那我让你滚你怎么不滚啊 我们终于开吓了 不要 给我一个机会 我不要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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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开 我放开 你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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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用力一点啊 你再不让我踩 我踩着骨折 你信不信我带回你啊 就算你再问我 我也不会答应你的 你以为我跟你以前女朋友一样 我从来都没有这样想过 这种信念从来都没有把你放下 你撒谎 你李唐心里 从来就没有放不下的东西 不管是我 还是当年我家的店 还是现在的堂皇 是不是我不答应你 你就要把堂皇拆卖了 要是没有改良的方案 你是不是就逃了 你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是要有好处你才能做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不是因为看到了成功才努力 而是因为努力了才会成功 到现在为止你都没有认真过 对 你说得都对 就算我做任何事情我都没有认真过 但是我对你我从来都没有不认真 够了李唐 你听到没有 以前是现在也是未来也是 我玩不起了 我玩不起这种感性的东西 我拜托你不要再招任我了好吗 你让我为你打工 就是为了证明你比我强 你买下这里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谁跟你说的 被我猜中了吧 天底下也只有李唐 你可以感觉这样子 你有这个资本哪 两年之内你可以拥有堂皇 然后他轻易地丢下他 我真的不知道你是不是说认真 什么时候不认真 我还以为你跟以前贵一样了 没有责任心了 还想跟你一起度过难关呢 但你不发现 我发现我就是个傻瓜 不期将冲天在那里面 放开 我受够你了李唐 我不想再问你打工了 唐皇你爱差不差 就算你死了你也跟我关心 从此以后 我们就是路人 我求你积极的 少用这种名人的口气跟我说话 分析我不要他 以后你想怎么样 都随便你 是我不敢面对 是我懦弱 是我不敢可不可以 我想让他看到 可是当我想到我要面对他的时候 我就想逃 这些年我以为我是在反抗 其实不是 只是我心里面害怕 我没有勇气 我不会让你看到 一个很认真很认真的李唐 要是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在一起 走下去 不知方向在哪里 这一程下一脑 有没有我要的风景 走下去 不计较终点在哪里 沿途是你陪我 有你陪我 就会 安心 不怕是 有你陪我 就会 我爱你 安心 我求求你把我的品牌还给我 我求求你把我的品牌还给我 你让我做什么我都可以 原来你是被璀璨这种素食产品打的一派涂地 最后被逼得千万生气的对吧 我看你根本就是不想跟任何人合作 满脑子只有你的服装 毫无团队意识 你想死啊 看不见了 我就知道你不会放下我不管 如果是认真的 那为什么当初不肯出现 为什么要在六年以后才回来 为什么还要跟向南订婚 可如果不是认真的 他为什么会为我不懈放弃堂皇 为什么马下反省 为什么吻我 我上门子招惹谁了 这门子碰到这个神秘密 你有完没完啊 放肆 你没事吧 我打电话呢 没事 我真的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认真 什么时候不认真 我还以为你跟以前不一样了 有责任心了 还想跟你一起度过难关呢 但是我发现 我发现我就是个傻瓜 老师 我终于知道 为什么当初你又离开我了 是我从来没有给过你安全感 我看看 就不给你看 我看一看 就不给你看 放肆姐 放肆姐这有发文件要你签字的 放肆 你昨天没来 李总看见腰衣拆成那样 他发好大脾气啊 修改方案我已经给工厂了 他们说只要微调一下 换点时间 李总好 李总 什么情况啊 吵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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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思姐 昨天李总找你了吗 你们没发生什么事吧 当然没有 我们能有什么事啊 你别激动了 我只是随便问问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气死我了 宣传部太过分了 你找了个什么模特 说抽不出人 让我们派人去谈 我们画图也就算了 那人也让我们去谈 你说做宣传部是干什么的呀 好了小奈 别跟他们一般见识了 活是公司的 身体是自己的 我去吧 那还是我去吧 你去 还是别了 万一李总要是找你呢 他找我能有什么事啊 我跟他也没有什么关系 情绪会有什么事 这里你盯着就行啊 风思 他今天是怎么了 怎么像被鬼追了似的 他今天一来就说 当然没有了 我们当然没有什么了 所以我猜他一定跟李总吵架了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吵架 肯定是暴战 你是在现场吗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怎么这么清楚呢 小奈 方式跑去哪里啊 不知道 这是什么态度啊 小夕我请你警告信哦 记吧 记吧 反正我已经改变主意了 你这个臭脾气 怎么跟那个死胖子 越来越像啊 李总 方思擅自改样衣 是他的不对 那但是之前也是你跟他说 可以改到满意为止的 而且他这么做也是为了项目 我知道啊 你知道还骂他 你还让我监视他 太过分了 我正式宣布 我不干了 我哪有骂他 大家都知道你骂他了 我真的没有骂他 是他 你在笑什么呀 李总 我哪有笑 总之 我没骂他 是他骂我 而且 而且骂得还挺有道理的啊 那我们都误会你了 废话 所以 坚持计划继续组续 我还告诉我他去哪儿 李总 你杀了我吧 说不说 不要 说不说 不要 李总 说不说 李总 疼吗 没事 要学着给自己减压 别什么都自己扛着 如果感觉自己压力太大的时候呢 要哭就哭 要发泄就发泄 明明感觉累了 受了伤 嘴上还逞强 不是这样吧 待会儿和那两个平面摩托儿 前完月之后呢 在这里睡一会儿吧 那怎么行啊 没关系 等一下我去公司 你走的时候把门关上就可以了 他总能让人有安全感 那些乱七八糟的烦心事 都会被不知不觉地忘记了 所以才会觉得困倦吧 如果李唐也能给我这样的感觉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发错了吧 人走了也不关的 你没事坐在位置想干什么 好久不见 出去了一整天你再逗我了 谁逗你了 我出去办事了 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所以你不用再怕我 你不用再丢了 这桌子你收拾它 明天早点休息 晚上就不要再加班了 李唐 坐到这一晚上 就只和我说这些 明天睡觉了 明天在你桌子 还有 还有 有你的焦点 记得 还有呢 没了 我 我 我想问你 算了 不问了 哪有人说话说一半啊 你这样让人家晚上好不好睡觉 什么事啊 你 这次会是认真的吗 我这一次会是认真的 我这一次会是认真的 那我就再相信你一次 不认真的 一直不知道 不用再说下去 我会努力的 李唐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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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我们收购同龄 这次我们收购同龄 对于我们理事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我们理事 下一步非常重要的 战斗计划之一 所以我希望朋友们 精快地做好 收购计划 还有财务报告 这次项目的老夫的人 当然 是我们的理事 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先会议到我们 预祝我们这次收购同龄成功 谢谢 我对你餐饭非常满意 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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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 好 来 来 来 李唐还真是有一套啊 他把每款都做成两件人人挑 这样别人就不会说 他是因为缺少珠宝而给图了 而且有眼睛的 都能看得出来 珠宝少的那件 效果明显更好 他这么分批推荐 将原来倾向于 同龄珠宝签单的客户集中起来 如果他们都选择 珠宝更少的那一款 那其他人就更好说服了 是 干吗 不是叫你半天你也不回 我问你呢 你对方思到底怎么打算呢 你真打算一辈子下去 有那么做隐形天使啊 真正喜欢一个人 不一定非要得到他 和他在一起 行了 别恶心我了 不说实话就算了 不说实话 方思 来 看看 这怎么样 效果看着很不错啊 看来二期的十三款 都可以顺你通过了 太好了 我真担心啊 做出来之后你不满意呢 你看这段时间你忙的 这脸都肿 你都休息会儿啊 嗯 对了 方思 李总的那间办公室 你放心吧 他求我我也不会进去的 我用脚趾头都能猜出来 他里面放了什么 当年我为李唐拍胸脯说 五年之内 我会让fancy成为最知名的品牌 结果现在我什么也没做到 李唐呢 不但有了堂皇 还有了这么好的原谣基地 和他的较量我是输了 只要我想要的 他都可以通通拿走 然后再来向我炫耀 他买在这里 应该也是因为这个吧 所以在他那间房间里面 放的应该都是他的占名品 我怕我进去会闪下我的眼 方思啊 我认识李总啊 时间也不多了 妈 我觉得他不像你想的那样 你应该是想多 我对你多有信心的 我不建议你像我炫耀事业上的陈旧 只是 我害怕你的感情也拿来炫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做了 我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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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